在网上下单坐在家里等快递 想必这样的网购经历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国与国之间的大型快递 大家知道是怎么运出来的呢 今天我和魏翰老师我们一起来到了连云港 这里是铁路和码头的衔接之地 也是新亚澳大陆桥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地 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 国家级大型快递是怎样发车运输的 目前连云出口的一个是车辆 工程机械 装备 钢材和交合板 另外还有些化工具就是灯带货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包括食品 蔬菜这些出口 进口的货 主要是矿 煤炭 石油 就从这边发运点到国外的某个售货点 我们根据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客户情况和它的国家的情况 制定相适应的最匹配的最佳的 这种物流解决方案 在我们叫江苏自贸事业区连云港片区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还不少有代表性的 同时就是我们在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 也有很多类似的企业 你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 好呀 好呀 那作为咱们连云港国际物流的重要一环 园区也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首先请杨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物流园的基本情况 连云港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 经济走廊上的一个陆海连运枢纽城市 所以一直备受东西双向开放国家的关注 东边就是东南亚日韩 那么往西就是中亚和欧洲 园区占地69.79平方公里 位于连云港港的后方 那么是集港口产业物流城市 于一体的全新的平台载体 那么园区是整合了公铁河海 这个四个物流运输方式 那么同时他们每一个运输方式 都有自己的这个信息平台 比如说公路港 它是连云港所有这个货车 进入主港区都要提前去报备的 一个公路枢纽 那么哪一些货物是由这辆车 到哪一个港区拉到哪一些货物 那么由公路港这个信息系统 来给这个货车司机发送指令 在内核码头 在海运 在铁路都有这个叫可追溯的系统 那咱们园区现在企业的入住情况怎么样 企业现在入住大概有一千来家 那么主要是现代物流 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这四大产业 打造绿色循环经济的一个园区 都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国际国外的企业 也有国外的企业 比如说新加坡 那么在我们园区有两个知名的企业 一个是新加坡封印油脂 还有一个是新加坡封数国际物流园 这个两个园区 一个是以工业的化工为主的 一个是以物流仓储为主的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 其实它不光是提供物流方面的服务 还有其他方面的 具体来说是 园区同时也有保税物流中心 同时提供保税业务 那么可以开展保税风波 以及跨境电商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跟中亚国家 开展经贸往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进行返程的一些货源 国内客户下了订单 根据订单量的多少 那么随时从保税库 从国内的快递方式 再运到客户手里 那这些这么多种功能 它们是怎样有机的融合在咱们园区内 您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 那么以园区加工企业恒星通为例 那么它是从巴西淡水河谷 通过海运的方式到达主港区 把这个矿沙通过园区和港区的 这个东树港通道 那么发运到厂区进行加工提炼 从低品位提炼到高品位 再把这个矿沙通过园区的内核 以及铁路风波到国内的钢厂 从巴西到国内的某个省 就这个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就是从巴西发运装船 那么海上的时间大概要20多天 到了港口以后时间就很快 大概有一个星期之内 就能到它自己的工厂进行加工 那很多外媒它也在说 说中国现在的外贸情况 其实不是很好 说港口上堆了很多集装箱都运不出去 那不知道杨部长从您这边的数据来看 目前的外贸具体它真实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 去年2022年我们上海物流源 外贸进出口额是2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9.3% 实际利用外资是1.1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53% 物流量是将近6500万吨 同比增长了48% 那么自去年以来 那么园区的经济指标还是在平稳运行的 那么我们也是在持续的在推进 在深化互联互通 以及在拓展国际经贸 那么江苏省首列中吉乌公铁连运 呼应班列 就是2022年10月份就成功发运 那么将长三角地区出口企业的新能源汽车 小家电 汽车零配件 以及母婴用品 生活用品 源源不断地通过我们的中吉乌公铁连运 国际呼应班列 发运到吉尔吉斯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 这个再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铁路线 再发运到欧洲 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今年那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国外购买力也在持续地萎缩 那么我们直接的影响 就是我们订单的量是没有减少 但是单价 货物的单价 这个价值在下降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到原田 就不到原田 你就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刚才来的时候 路上一直数那个 就卡车的数量 就非常非常的多 就一路都是卡车 这说明就什么 现在那个这边的物流是非常发达 而且从这边出口的东西 这个叮当量 我觉得也是慢慢开始就增长了 因为受到疫情情况 这样就疫情的这个影响 所以可能是咱们经济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现在全国都开放了 所以我下半年是非常乐观的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很快的 就快速地就会赶上 就它原来的那个状态 那咱们园区接下来还会新开通一些线路吗 今年下半年呢 我们正在推进中哈公铁联运 这个国际护运班列 这个线路呢 就是从上河物流园的铁路线发到霍尔果斯 再从霍尔果斯换公路出境 那么跟我们联运港传统的中欧班列呢 就形成特色化和差异化的发展 走我们上河物流园这条公铁联运的线路呢 一个是不受计划的限制 第二个呢 是它的发运时间非常灵活 基本能做到随到随走 那么很大程度呢 能够节约这个在途的时间 同时这个班列的线路 也比传统的线路呢 节约了500公里以上 一个是上河组织 另外一个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眼前国家是很多 那对你们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挑战 一带一路国家 因为有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文化 这个我们在跟不同国家这个背景 在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 也是一直在开拓 那么也是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 不同国家的文化 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经贸物流的 这个合作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一带一路这个倡议 是我们说是那个互相供应 就不仅是对中国提供了很多机会 而且对国外也提供了很多机会 除了经济之外 我觉得这个文化方面的交流 促进了文化方面的交流 促进了那个学术方面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 就可以说那个对很多国家来说 很有参考价值的 嗯